这叫做来自天堂的水果 它叫木鳖果 可是木鳖果一般来讲 到底要怎么处理 觉得有点难 陈永哥说不难 我今天教这两道 这个太棒了吧 我觉得现在人应该要重新回归到食养 食养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不要等到生病才去找医生 然后能够平常把厨房取代药房的概念 台湾在过去 其实它就是有三百多种 不同原生种的这些食材 这个木鳖果居然是在这几年 才被定位为天堂的食物 台湾的吗 台湾的 而且阿美族在一百多年前 他们就是经常使用它 那它的概念 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早期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的婴儿潮那一段时间的人 都很怕吃寒煮签 吃得很怕 可是你会发觉到那一代的人 就没有什么黄斑布 并变眼疾的这些问题 原来他们吃了非常多的胡萝卜贝塔素 那这个胡萝卜贝塔素 它在这里面 它居然是番茄的25倍 它是抗氧化的食材 那我就后来发觉 你要吃是吃哪里 就吃着果肉 不过它比较麻烦的是 这个木鳖果它是全部都可以拿来食用 吃这个种子里面的切红素最多 但是里面的籽子 里面的籽子要去掉 所以你还要再经过一道加工 你就是把它去掉 可是这样子会比较搞刚 现在有非常多都已经把果泥都把它处理掉 那用它直接来做万用酱 那我现在解释的就是说 哪怕到最后这个果肉都可以拿来做炖饭 皮呢 皮就可以拿它来当做人参 就煮水 就可以当做 当做很好的一个抗氧化 就不要吃珍奶了 就该吃这个 是是是 然后更不要去担心的是 黑色是 黑色的就是这里面唯一不能吃的 它有毒 听说有微毒是不是 在古代来讲 它这个我们叫木鳖子 就是木鳖果里面的种子 会把它拿来晒干 然后磨成粉 主要是用在外用的 所以刚才那个陈宏大哥有讲到说 几乎全部的果汁都可以食用 但是唯一不能食用的 就是我们的种子的这个部分 所以大家可能要 在食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特别是孕妇 还有就是胃比较虚弱的人 就尽可能就是不要吃到这些 那个炖饭怎么做 陈宏哥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拿现在很多台湾 现在种植的这些菇菌 任何菇啊 你要杏鲍菇 红洗菇啊 或者是金针菇 拿来稍微爆炒一下 然后你再把这样子的 这个木鳖果的果泥放到里面 然后再跟饭一起 你如果有泡过水的生米 就会变成有中间有口感 如果没有的话用回锅 一般我们说就是用隔夜饭 就直接来做简单 所以这个就是成品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野菇的木鳖果炖饭 好棒 然后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 这个比较苦手一点 比较特别酷的 现在非常多人喜欢吃甜点 平常我们都会吃到藕银 藕银如果能够用木鳖果来取代地瓜或芋头的话 它的颜色就会变成爱马仕的颜色 所以我就说 我们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进阶2.0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爱马仕 就所有东西都把它变成系列 那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时尚 所以如果能够把这样的食材推广给大家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买 我反而我会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多用胡萝卜 多用番茄 多用地瓜 来取代这些维生素A或者是叶酸 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把它经过加热 或者是胡萝卜 你把它经过烘焙 做成饼干或者做成烘蛋 小孩子就不会怕 它那个胡萝卜的味道了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